7月5日号称文斑亚驴的波尔波尔被缠的时候我就说了 这哥们最佳的选择就是太阳 然后今天太阳队真的把波尔给签了 一份底薪合计217万 但是为了签下波尔 太阳将6道佩恩白送给了马四 持举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为了省钱 要知道佩恩上赛季常规赛 场均20分钟便能够砍下10.3分4.5助攻 对于底薪扎堆并且本身就缺空位的太阳来说 绝对属于实力干将 送走他只是因为他的合同有点大 少了他这650万 太阳能扫脚接近2000万的奢侈岁 而没了佩恩以后 太阳队除了四大金刚 杜兰特布克比尔顿堡 剩余的11名球员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底薪 说实话 这11名球员里 真正能用的很少 到了几乎赛 恐怕也就只有哥登靠谱 其他的几乎都是摆设 只是填充阵容大名单的木偶罢了 但是没办法 下个赛季的工资帽是1.36亿 奢侈岁下为1.65亿 太阳队四大金刚合计薪资 已经接近1.63亿 随便加一份底薪 就要额外交税 所以哪怕剩下的11名球员 全是底薪 也凑出了2509万 太阳队下赛季合计薪资出 约为1.88亿美元 已经严重超线了 然而你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 我觉得为了少交一点税 就送走配恩 这个行为是非常愚蠢的 如果是为了腾出一个位子 签下波尔 那还不如送走价值更低的达米安里 或是古德温 这样才能最大化阵容的实力 看看人家勇士老板的魄力 没有真冠希望 我都花了4个亿 有这样的格局 那以后挣他10个8个亿 不是轻轻松松吗 听懂掌声